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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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!大家好!我是小翔 今天還來說說關於 iPhone 8 的最新消息 由於今年是 iPhone 問世第十週年 由於今年是 iPhone 問世第十週年 由一名據稱是蘋果內部的員工 向媒體證實 2017年的 iPhone 不會叫做 iPhone 7s 而是叫做 iPhone 8 那麼稱作 iPhone 8 想必在外觀、硬體、功能等方面 都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而隨著 iPhone 8 的發表時間 越來越靠近 網路上流傳的疊噪也越來越多 其中真實性最高的疊噪 則是由多次準確爆料 iPhone 消息的 知名網友 KKDDR 所提供的設計草圖 由這張圖可以發現到 iPhone 8 將採用全螢幕設計 如果依照長方形的算法 大載的螢幕尺寸 會由 iPhone 7 的 4.7 吋增加到 5.8 吋 雖然螢幕變大 但機身大小則與 iPhone 7 差不多 再來為了實現全螢幕設計 指紋辨識器 將鑲嵌在 OLED 螢幕裡 而在按壓時 會藉由 3D Touch 技術給予震動回饋 緊接著看到正面上發 iPhone 8 將內建雙自拍鏡頭 推測可能支援 3D 深度感測 以及 AR 擴增實境功能 另外在聽筒的右發 也將具備紅外線生物辨識感應器 能夠結合雙自拍鏡頭 進一步測量物體距離 實現臉部辨識功能 以及增強低光源自拍效果 不過在這邊我還是有個疑問 就是為了全螢幕設計 究竟怎麼把這些感應器 隱藏在螢幕底下? 目前真的有這樣的技術嗎? 希望大家能幫我解過 再來看到手機背後 改變最大的則是 雙鏡頭的擺設方式 由橫向轉為直式 而這樣的做法 據說是因為 iPhone 8 的雙鏡頭 需要擁有更大的空間 來容納光學防手震的模組 而為了避免佔用到 上方感應器的空間 而選擇直式 另外 LED 閃光燈 放置於雙鏡頭之間 也很有可能是 剛剛說的原因而導致 另外有消息指出 機身材質方面 將回歸到 iPhone 4 的設計 同樣為雙面玻璃 結合不鏽鋼邊框 不過差異在為了延續 iPhone 7 的圓潤邊角 以及手感舒適度 將採用正反 2.5D 玻璃 看完這些資訊 蘋果如果將這麼多的新功能 放在 iPhone 8 身上 困難度真的非常高 而近期也傳出 蘋果面臨重大技術問題 也就是指紋辨識器 想整合進螢幕裡 此此無法順利執行 也因為這樣 iPhone 8 可能會延遲推出 或是與三星的 S8 一樣 為了全螢幕設計 在技術成熟前 不得不把指紋辨識器 移至手機背後 就像是之前儀式 鴻海內部流出的設計圖一樣 以上就是關於 iPhone 8 的最新消息 不過還是要告訴大家 目前的資訊僅供參考 實際的外型、規格 還是要以蘋果官方公布為主 雖然是這樣講 我們還是可以針對這些消息 來討論一下 大家覺得蘋果 會隨著三星、LG 使用上全螢幕設計嗎? 還有 iPhone 8 真的有辦法 克服這些難題嗎? 趕緊在影片下方 發表你的看法吧!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掰掰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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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讚